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四经金决是 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 路加福音21章36节 在整个21章里面 路加都是写末世言论的 之前我们一天一天读过来 到了最后这一段 耶稣有什么忠告 最后说给门徒听 说给我们听 很想我们能够面对这个末世一无所据 耶稣所给的忠告就是 你们要祈祷 时时醒悟祈祷 祈祷醒悟是不是就没有事呢 表现上来好像是 你可以逃脱一切发生的这些事 但是大家要明白 逃脱不是在肉身上不会受这些苦 而是在我们的心灵上 为什么呢 因为到最后那句 我们可以立在人子面前 站在那里 不怕面对着耶稣的 最后来 或者用一个说话来说 不怕耶稣的审判 站在他台前 因为我在这么大的灾难之中 始终信靠他 醒悟祈祷 祈祷就是醒悟 灵性的醒悟 这是在说 在祈祷当中 我要去 有意识地去 深化 去栽培 这份同主爱的 连结 祈祷里面 我不是求些什么 首先 而是我去听 听他爱的声音 在种种的困难 挑战 天灾人和 饥饿 死亡 等等 我都要 一约他的声音 有力的 坚持到底 所以要时时醒悟祈祷 如果不是的会怎样 我们要是肉身上的麻醉自己 宴饮沉醉 或者去娱乐、玩、旅行、 吃 等等 享受 沉醉了 以为人生就是这些 又或者 很多焦虑 挂心 哎呀 今时今日 现在这个现代社会似乎 人生也挺多 于是 我们其实挂心就变了一个焦点在哪里 在自己里面 是不是 以自己取代天主 不是将我的信心等在天主里面 当我们等在自己里面 当然是不行了 我们这么脆弱 又或者我们的饮饮沉醉 一样 自己享受又是等在自己里面 即是 以自我来取代天主 祈祷呢 祈祷就不是 真正的 等下自己 那种的祈祷 不是求那样 求那样 天主给我 你不给我就 就是不爱我 不是这样 在祈祷当中 我们聆听祂的声音 去意识 去体会 祂跟我是一切 我可以交托 可以信 尽来 我们生命在祂里面 自然会得到圆满 祂召叫我 祂眷顾我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都聆听耶稣的吩咐 祂吩咐我们是什么 你们应当事事 醒悟 祈祷 路交飞音 21章 36节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